《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我回來第四次的《啤梨晚報》 我先砸完木槿眼藥水 我經常做節目 過了節聽 忘記了一滴 我現在每次滴一大滴 就已經不是三滴了 真好冷靜 董慕節世世 昨天新聞出了 其實我昨天也想說的 今天就更加多資料 首先講一下鐵板神數 鐵板神數在我們那個年代 接觸鐵板神數 當然 我自己有個鐵板神數的名本 我自己有的 因為我小時候出生的時候 鄉下已經人 是否多過黃極經世書 是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我不知道 不是那麼厲害 黃極經世書 鐵板神數 他們測你以前 老爸 六妹 新肖 邊緣的那些就很準確 一定會測到準確為止 才和你對話 我讓我說 其實 你知道 如果我們現在整理這些東西 就真的很不合道理 因為這個世界上這麼多未知的東西 而實際上我們經歷了一些東西 他真的很神奇 很神奇 那你是否覺得他真的這麼巧呢 但是如果我相信他 講到他這麼神 我覺得又似乎不是 因為神神永遠 不是只看他講你舊時 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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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變數可以很多 就是了 好了 我們小時候 在我們的成長年代 在一些富刊 因為我們小時候看報紙 因為大家跟我這個年代的人 我們很崇拜當期的流行文化 有好幾個人 今天在我講這個鐵板神數 董慕節的時候都提過 在這些人的口中 去講這個董慕節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越來越神化了 於是我們對這個鐵板神數 真是趨之若無 當然了 方單也因此移出了很多鐵板神數 什麼單全弟子等等 而事實上 有些學者做考證 基本上都認為這個王極經濟輸 已經是沒有的了 現在譬如手樓上董慕節 董先生 有一個都可能是fake的 或者一個不齊的本 這些已經不可考了 你不知道 當然了 董慕節其實是跟一個韋千里的人去學 後來跟韋千里搞得很不開心 昨天我聽見蕭先生也有講過這一段往事 當然了 最可笑的就是這個韋千里 還是不是說韋千里呢 蕭先生 有一次跟蕭先生聊天的時候就問一下 蕭先生 究竟這個世界上有沒有算命呢 就是這件事 而鐵板神數呢 因為我對他真的有些 我不能夠去研究 對他那種狡惑人心的東西 其實都是跟一些 怎樣說呢 是如出一次跟我們銷售東西 即你有經驗是怎樣的 我沒有看的 我寶寶 我一出生才有的 在鄉下有的 所以 我覺得 當然啦 你說 這個世界上 他那時候那麼大名 那麼多人 難道過人被騙嗎 那麼蠢嗎 那些人都 我告訴大家 不是那些人都那麼蠢 而是當你一個人去到那些時候 是那些人沒有人敢說你是假的 即使是半信半疑都好 喂 這個人已經是神來的 誰敢說你假的 我現在不是說董毛哲解 因為我都沒有被替過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 鐵板神算一件事 就是他一定會問黃丁誠 問問問問問問七八個問題 終於這個準了 那就算到你哪一時哪一分 他出世了 然後就 教克 去到這刻 人家說 好神喔 我還告訴你 是不是 已經是建立那個 沒錯 其實我相信 好像 他問你七八條問題 然後才拿出來 就是說 好像 鄭外生還說 因為翁禧潛今天寫一些文章 我講書有文字記錄的 他說他排第四 隱康說很準 但原來不是一粒粒粒粒粒 你是排第四 不是 是他問了你很多條問題 在其他旁敲側粒粒底下 猜到你是排第四 於是他說你是排第四 甚至去到你是否排第三 不是 不是嗎 不是排第五 不是 媽媽吃熟雞 那你是否排第四 對 就是這樣 你這樣的時候 你是不是已經覺得他教準了你 於是乎你跟著 就入心很多了 而事實上 其實 很多時候他們所謂的 六親準就是這樣 教準 之後的東西 其實 是不是這麼靈驗呢 有些是這麼巧的 但是去到 沒有人敢質疑 我們不如說一下誰先 其實這把神數 因為 董武哲的名字太大了 其實在我80年代 我董姓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六十歲 也不見人的 我昨天才知道 他的名字太大 普通人當然看不到他 而這些文化 剛才我講的流行文化 當年 什麼阿樂 黃世瑜 過身的 哈公 然後 蔡蘭 魏康 黃尖 甚至金融等人 當時 流行文化的表表者 他們未必是眾口一詞 但是 事女行奸 都會提到董武哲 或者娛樂圈 又說 因為名字這麼大 有時候那些記者 娛樂記者是好 都會有意無意 張國榮去找董武哲 等等等等 然後我們記者問 山神仙 跟你說過什麼 張國榮半笑 我們再問他 准不准 他說准 你們已經慢慢建立了一個社會 半神半人 我不是說沒有了 因為我沒有聽過 但我覺得這種現象 因為其實 你去到現在 這個位置 回頭 有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你說得那麼神 譬如 那時候 為何有些 譬如黃世瑜 他曾經阿馮卿也有寫 他曾經寫這些東西 寫得那麼盡 大家搞清楚 黃世瑜刺阿樂 即是我有他那本 防暗書 阿樂 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阿正你不知道知不知道 他在明報那時候 80年代 就介紹特異功能張寶勝 嗯 張寶勝 他老實說 他作為 阿如也都出去 扮過 不知新晚報 還是什麼 自己走出去 自己走出去搞 一枝筆 說 政平 馬經 你之前的人 神經病 是有錢的嘛 只要你 什麼 娛樂 咸股 一枝筆搞定 你沒有人上來 什麼都做了 那你就於是 想 在那個時代 黃世瑜 會不會在寫這些 譬如張寶勝的時候 張寶勝 或者 寫董寶勝的時候 將他的東西 神一點 因為你好看的嘛 林匡正 我跟你說 我問到你的問題 好 叫他抄 叫他 第四冊 第七十二頁 第六張五行 寫什麼 他說 一字記之約金 近不得 咦 他說 你一字記之約金 不是黃金的金 是金味的金 近不得 你當時 你是不會知道 他准不准 你不會知道 若干年後 如果這麼巧 真是有個聖金的人 閃救你 那你就 哎呀 原來提了我啊 或者這個人的名字 有金字 是的 或者你都不是有個什麼 只不過 咦 原來 你去了寒丹 一個地方 吵你了什麼 吵你了 被車撞 寒丹不是有個金字 這樣 是不是 那你又會 什麼 如果沒有的 那你想一下 如果他批了你幾百句 幾十句 是不是有些事情 會 會 你會覺得他很韌 好了 我們來看看 這個所謂 熊敬一時的鐵板實事黨目節 說他家人 在Facebook發帖 就說是一個真正的傳奇人物 為我們帶來了101年的愛和智慧 但是他默默地工作 那家人說的那些話 說先人而走 我們都尊重的 那101歲 那當然是很冷靜的 那當然他絕對是業界的調查 這個絕對是 所以麥寧寧都說 他簡直是神一樣 神一般人物 我不知道他只是 她的 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蔡白麗 這個神一般人物 我不知道麥寧寧 是用什麽形容 是說他的鐵板神素 神一般靈驗 還是因為 哇 他們兩個真是 真是我們的 是你們一中後人的目標 大哥 有這麽多錢 有說老蕭說 他有些術數 有些他有點膩膩 那很多時候 你又怎樣看 我又不夠膽說 他全部留 當然你都不可以 很多東西百分百彩 譬如你找一些師傅 來做天文台 就是 就是他就算很準 不要講中國 講歷代 古今中外 他都會有這一種 人是會有這一種 依賴的 心靈的寄託 但是 除了術數 設計數之外 其實 你預測 你占卜 你又不可以說他不準 有時候 是吧 很多東西 好了 不過 我們現在就未解釋到他為何會準 所以舖主懷疑是永遠OK的 好了 董武哲原名 沈君輝 OK 據說 他25歲那一年 他在上海經營面紗失敗 走下來香港 獲得偉千里收留 接著 就教他 鐵板神掃 三個月不夠 他就開始跑江湖了 你想想三個月不夠 就出來跑江湖 哇 他真的那麼神空 他一開始就為一些 女孩子 母女算命的 後來生育 也希望 批命的價錢開始上調 輪候的時間也變長 現在呢 那麽多年我們沒有經歷過那一段 我們不知道 或者當日 他Marketing很厲害 你想想 從母小姐那裡開始 那時候母小姐 他Serve那些什麽人 就是成忠的 其實就反而 打起了名字 因為他真的 他頗有特色的 第一 一定要熟人介紹 基本上 沒有熟人介紹 不就好 等最少一年 快批即是小批 三個月 還說了 不准不收費 這些Marketing 是非常好的 即移民局勢不成功 不收費 等都熟人介紹 等都等一年 你是不是去找到已經 什麼 借了 好了 好了 他説 董牧哲博人批命 聽不對方的時辰八字 就會低頭打算盤 所以這個也叫做 牙鐵算盤 很多名字 打算盤 每選出一個數字 就會叫客人 翻閱十二本手抄本 根據當中的數字 找出段語 逐句逐句拼起來 奏合出 來者的名書 蕭先生說過 我不跟蕭先生說過 他說他的名書 不見了 上去找他 叫他再批個名書 不見了 再出個名書 他不肯 就用這一點去質疑 說他是不是堅定留呢 那我沒有什麼分享 好了 他有半仙之稱 曾經和黃瞻、危康、白韻屯等人批命 黃瞻曾經和人分享我的名書 附上深不信 他說 當時他批命已經過五年 期間的名書自治準確 指自己意誤一切事 他就認為 他的名字收益 他的名字收益抵到難 即是覺得這個名字 批得這麼好 我給這個錢 簡直是抵到難 即是說 那時批五年都中了 稚子 所以我們就這麼說 我看到這單件很難 鐵板神掃其實就是邵頃 だizado 他當時我的孩子很笨 它說要選一個最簡單基本的 那個笨這樣笨的孩子 都可以用一些簡單的運算 就可以根據王極經濟那裏 拼奪一些字句出來 所以叫做蠢仔數 你在那裏傳吧 你永遠都不知道是不是 好了 那這裏馮熙乾 你說他會不會有些個人的主觀 就像是魯蕭那樣 就寫了一篇所謂的鐵板神掃脆譚嗎 那可能都有的 我覺得他都有的 因為我不想各打五十大板 但你問我 其實在他之後很多人 因為八九十年代的鐵板神掃 掛出來鐵板神掃 馬布依 真的找到藥 找到藥 雖然說到有什麼失傳 好了 馮熙乾 他說當他知道董武哲過世之後 他就寫這個鐵板神掃脆譚 那些開頭的就不說了 他說不妨趁機講一講 想起幾件往事 他說九十年代初 他還是一個很天真很傻的中學生 偶然看見黃世元 黃世元剛才提過 筆名壓落 寫的鐵板神掃脆譚 信以為真 覺得香港有這個山神先 非得向他請教算命之道不可 其實他已經有一個判斷了 信以為真 當時找董武哲批命的非富則貴 又要隨便介紹 我一屆草民 中學生 何來門路呢 我知道董武哲曾經為金融批命 就膽粗粗寫信給金融 即是寄他有明報傳給金融先生 杜明元偉 希望他告知董先生的聯絡方法 誰知道金融真的回覆我 我想他可能見到一個學生 叫我死心 他說鐵板神掃的秘訣 董武哲連自己的兒子都不教 不可能向外人披露 如今事隔三十年 董武哲仍然沒有傳人 金融的確沒有騙我 他沒有做判斷 為什麼沒有傳人 好了 三十年前 我朝思夢想 總學望一窺這個神掃奧 可惜虎無門驚 三十年後 即使我已經早認識了幾位 能夠聯絡董冠仙的朋友 不過可固天真漫漫的激情 早就隨絕歲月 煙燒雲散了 好了 大約在2018年第二件事 熔悉堅說的 我在黎智英先生 家裡作客 不知為什麼 無端端聊起 命運這件事情 黎先生說他不信命的 但是呢 就韜韜不絕說了幾個算命的故事 其中一個就是關於董武哲的鐵板神掃 好了 他沒有興趣說命 但是 督信董武哲的袁天凡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袁天凡 他曾經做過這個港交會的主席 大力驅戰 甚至說我和你付錢 黎智英就抱著烈奇的心態 見識一下 眾所周知 鐵板神掃 第一件事 就是要巧克 就是巧救你的時刻 其實 不要說鐵板神掃 其實我們做八字 那些都要巧克 譬如說我為六七年十二八號 究竟是六點八點的老母子都說不清楚 於是 譬如 風帥豪都會推 譬如 史時 臣時 逐個推 就說幾樣東西 說到 這個重重 如果鐵板神掃 會配到六親 譬如說 老婆是不是姓羊 爸爸是不是姓羊 不是 爸爸 又會 宿宿 是 媽媽 是 是 是 六親也算中了 這個是時辰 然後才跟你算 學你剛才所說的 在這一刻 你已經進去了 好了 要稍微計算 這個六親資料 包括你有幾兄弟姊妹 父母的存沒 他們每個人的生肖等等 各位都說這部分100%準確 老實說 如果有人說出 你有父有母 有四兄弟姊妹排第四 爸爸 熟龍 媽媽 熟虎 大姐 熟鼠 二姐姐 熟兔 三姐姐 熟蛇 老婆 那時候 那時候 你還沒結婚 你剛才看看 應該又熟虎 你不想爬底嗎 是吧 好了 那時候他不中 沒有理由的 你回去問一下父母 你命中注定 有七兄弟姊妹 為什麼會六個呢 你回去問一下父母 他們可能又落過 那些又過關了 好了 儘管陸親狀況是你早已熟知的事 根本無需旁人推算 但是試想一下 一個陌生人竟然 剁幾下算盤 就可以脫口 鐵口直批 兄弟五人 你是老三 輕熟羊 者熟雞之類 而且分毫不爽 也確實令人震驚 好了 但是董武哲見到黎智英 鐵算盤竟然全無用武之地 會客室入面滴滴答答 朱算盛 此起彼落 但是任憑董武哲如何混此如非 批了大半條天條文 竟然來的陸親資料都 教不出來 考不出來 最後董武哲宣佈投降 不計了 更加形容黎先生是一個怪胎 好了 怪胎 最後董武哲 聽見黎先生這樣說 我也覺得奇怪 考錄親是鐵板神素的拿手好戲 董神算怎會失手 在這個時候黎先生就說 我有個孫生的妹 或者這個就是所謂的怪胎 有個孫生的妹 那你也計不到 好了 危康 當年我對鐵板神素 不是危康 繼續是馮熙健 當年我對鐵板神素 吹子若無 主要是因為黃瑟瑜那本鐵板神素 吹譚 將董武哲 吹捧了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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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講了原因 他是不是有原因 要收到董武哲的錢 我們不知道 但是 他出得很精彩 出得好看 這些書 或者這些報紙就能賣 賣 昨天提及的一字記之若清 故事就是出自這本書 當然 我自己的寫作人很清楚 主角寫得越神越奇 故事就越精彩 故事越精彩 書就越好買 只是我所說的 但是我認為 無論你如何天花亂聚也好 道德底線 是不能無中生有的 即是說黃瑟瑜 有關於危康的故事 不肯定是否出自鐵板神素脆譚 但是今天依然流傳網路 昨晚我在這裡撰文之後 今天各大廣媒也有報道董武哲的死訊 其中星島有一條頭條 就說鐵板神素董武哲享受了01歲 上世紀極受明星追捧 維康尋漬 故事百度最後被嚇一 這個是星島的頭條 即是說上世紀他受明星追捧 危康就罵鍾武哲只要互說八道 豈料最後被嚇一跳 被嚇一跳 也是被吹捧了董武哲 言之作作說 董武哲說危康家裡有百兄弟姐妹 危康說家裡只有七兄弟姐妹 認為董武哲互說八道靠騙成名 怎知道危康回家無意尷尬問起媽媽 媽媽說原來小孩腰段 才知道董慕哲算準了 這個是星島 昨天關於董慕哲的死訊時的新聞 我記得三十年前 馮希賢華已經聽過這個奇幻故事 直到兩個月前 朋友借我《危康談命運》一書 2016年的出版 裡面《危康》公開了董慕哲當年給他推算的命書 我才知道這個故事 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是留的 在《危康》公開的命書裡面 董慕哲的命書 董慕哲的命書和《危康》的命書 董慕哲的命書是兩兄兩弟 一子一妹 連同《危康》合共七人 何來有八兄弟姐妹之說呢 後來查到蔡蘭的老友寫老友的一篇文 也引述了董慕哲這個神機妙算的故事 但是蔡蘭沒有輕信 直接找《危康》求證 結果《危康》大港 胡說八道 大笑四聲之後 他說是被董慕哲算過 他一看我就說我排行第四 准到不得了 是准到不得了 不過根據《危康談命運》的說法 《危康》不是一看他 就是排第四的 是一直打算盤 問了七條條文 才中的 那七條條文要中的 就真是不難的 這裏 黃禧乾就說 由此可見 文字紀錄的確非常重要 沒有可靠的文獻 你就永遠被謊言如農了 你沒有這些文獻 你不是看到蔡蘭的老友寫老友 《危康》的 《譚明運》這些書 你就被星島拼到 是不是 就是那條題 星島當然也是被你在網上流傳的故事拼到 你將永遠被謊言如農 有些事情 真的要很多年後才能撥開眉目認清真相 鐵板臣訴如是 一國一城的歷史何嘗不言呢 又答在那裏 老實講 鐵板臣訴傳到下來 我覺得他也有他的 可存之道 很多事情都失傳不了 但是 根據比較 我看一些 現在我一時不記得 看一些以前 民國出的硬皮書 30年前 很多書都賣了台灣的硬皮書 10元本 其實有很多說法 都是說鐵板臣訴 應該在民國 甚至清 末的時候 即是王傑經勢 是散亂了 就像推背圖 那樣 OK 那麼 是爺非爺 大家看一看 OK 好 休息一會